奔导的21700 官方标的马力是93.8匹 11000转爆发 经过实测 它的轮上马力还能达到多少匹 这台排量676cc 采用的是并列四缸 最大纽级为63牛米 8500转爆发 它还有个版本是低配 也是低功率版本 最大功率为85.7 对应的转速为10000转 纽级是60牛米 8000转爆发 也就是说最大功率的转速 多了10% 而最大功率呢 多了9.5% 最终这台高功率版本 拉斯塔的轮上马力为71.67匹 轮上的扭矩为52.59 达成力分别为76.4% 和83.5% 这个功率的达成率呢 比较一般 有一部分原因呢 是它巨大的后轮胎 宽度竟然达到了310 多少都吃掉了一些动力 它不仅达成力低 而且轮上的升扭矩也低 676的排量 轮上的扭矩仅为52.6 划算成1000cc 它的轮上扭矩仅为77.8 什么概念呢 KDM790轮上的升扭矩为102.3 这样你对比 顺便这台发动机的调校程度很一般 有一部分原因呢 是考虑材料成本 以及耐用度 还有运行品质 所以发动机并没有压榨的很厉害 它是通过更高的转速来获得最大功率 大家可以对比它的低功率版本 转速提高了10%1000转 它最大功率提高了9.5% 发动机这样设定呢 也能理解 优先把发动机的耐用度放在首位 并没有一味的压榨这台发动机 如果发动机调校的很保守 它还是问题不断的话 那时候我们这台发动机 还是个半成品 还需要回炉打造进行改进优化 mean 我们是给rael bitcoin 谢谢大家